今天位于河北保定的亚洲规模最大自然博物馆之一 中国古动物馆及保定自然博物馆正式开馆 中国古动物馆占地面积约120亩 总建筑面积约7.3万平方米 是一座以古生物化石为载体 系统普及古生物学 古生态学 古人类学 以及进化论知识的国家级自然科学类专题博物馆 中国古动物馆的展品主要来自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目前管理陈列的展品总计6000件左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将陆续分批次 把在北京的珍贵化石标本疏解到中国古动物馆 目前展出的展品中不乏真品 包括世界唯一的中华猛龙骨架标本 一只时代最早的有河鱼类奇迹绣山鱼 世界极少数三维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蛋 中国最著名的西角类恐龙河川马门西龙 世界上脸最长 个体最大的马 哀式马头骨等化石标本 一进馆的时候特别特别的震撼 尤其是刚才那个中华猛龙很大 很完整 刚才那个讲卷阿姨跟我们说 这个恐龙为了让它修复科学家费了好大的劲 我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这里每一块化石每一块展品都见证了 它们生命演变的神奇 然后对我们这些爱好生物学的人来说 是一次非常好的体验 我们在这个博物馆里面能够看见生命的起源 无脊椎动物 脊椎动物 一直到人类的出现 在非常多的关键的节点上 中国的化石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实际上过去很多在生物进化上 包括人类演化方面 缺失的环节都在中国找到了